花莲市民代表会继续进行市政总执询的议程 由市民代表姜如林、黄达翔还有蔡毅阳他们来依序执询 分别针对了市区内的道路品质、轮行道安全等议题进行检讨 同时也希望在防疫期间业务防满的清洁队 可以多受到公所的关照避免公安意外发生 市政总执询议程第三天由市民代表姜如林进行执询 她针对了防疫期间工作量暴增的清洁队员向公所提出建言 希望公所可以妥善分配工作并且多加给予关照避免公安意外发生 在这个疫情非常时期的时候清洁队员的工作加重 那对于他们的公安问题公安事件频出 那我也希望说市公所对清洁队对这些队员能够友善的照顾 遇到有公安的问题所以也要请我们公所跟清洁队队长 对他们要多加的关照 还有就是要有任何一些的辅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工作上能够很顺利 再来就是说也要让他们放松心情 好好的做这个工作 因为公安事件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 我不希望说等到有劳保局来做机查的时候 才来凸显这个问题出来 所以我事先在这个定期会上面提醒我们市长跟我们队长 好好的照顾这些清洁队队员 市民代表黄达翔则是针对市区内道路及校园周边 人行道安全提出建言 希望可以让市民小朋友享有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主要我们针对中心路改善工程 道路提升后许多长辈出入不变的问题 也拜托公所来尽力协助我们后续向道路的路源时的高度 然后骑楼人行道的一个路程一个道路的差别 能够尽快的改善让我们这些长辈生活比较便利 好那还有民权五阶的部分 好他的 人行道设计 有点突出 日后是否会导致民众车辆或是机车 会冲上人行道的问题 也拜托公所一同关心 中心路上面有许多的像公共设施路灯路树一些设施 他在人行道我们设计上也请相关单位一同协助尽快一致 不要影响我们公共工程的进度 市民代表蔡阳则针对道路品质及居住环境提出看法 也希望公所可以在运动广场上增添设计美感 我们民心里跟工业区它那边废水的排放 那导致淹水然后侵犯到我们居民的权益 然后而且也有危险的疑虑 它不是天灾 它是人为管理公家单位的怠慢 所以我们必须要强硬的 我们代表会甚至施工所 我们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 去要求他们尽快改善 马上改善 它是危机处理的一部分 因为每次一下雨它现在就淹的话 那住在那边居民的权益 每一次下雨就受损 那到底到时候发生灾害 或者是有人受伤的时候 到底谁要负责 我咨询的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运动 我刚提了很多 那其中唯一是 现在中山公园我们的风雨球场 我们是不是需要专业的人士 来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 给我们意见 甚至跟我们的民众使用者的心声可以接轨 那而不要说这个计划 哇很漂亮 几千万 终于有风雨球场了 等了十几年 结果做出来的成果 不是民众要的 对于代表们提出的疑问 公所相关科室主管 都一予给予回复说明 并且表示 只要是公所管辖 及能力范围 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 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 据学历琴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